富人在彩券行里大声咆哮 一旁的老板和客人继续看着手机 没有理会 下一秒 富人用力捶了柜台一下 狠狠地瞪着老板 但老板仍然没有回应 没想到富人竟然情绪激动地 拿起咖啡 往两人扑了过去 咖啡撒在柜台和客人身上 两人干净收拾清理 富人还是大声咆哮 13号晚上 富人到桃园上海路 这家彩券行买彩券 由于她已经骚扰店家 多次精神又不稳定 还曾经抢员工妹妹的饮料喝 老板才不愿意买彩券给她 警方到场后 富人继续强词夺理 现场还开始驱邪仪式 富人送因治疗后 有家人照顾 才结束这场闹剧 接着刘志在耶鱼娜桃园报导 本集上梦梦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关键 舒眠的元素 能够安定舒缓神经 让你身心达到放松 当中有残酸 调节情绪 增强抗担能力 还有德国养根菌萃取物 可以疏解焦虑 帮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钟 来一包梦梦水 白桃风味 酸甜好喝 你会驻不太舒服吗 我会驻不太帅